挂了万国旗的大厅 坐满穿着越南传统服饰的新住民 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 和桃园市长张善震 特别聚在一起 要感谢办事处捐书给桃园 超大张的桃园借书正 背面一上五代表的名字 张善震希望借此鼓励更多人 使用图书馆的资源 也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希望在桃园长大的越南 请助您的第二代 能够对越南 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认同感 多多了解越南的语言和文化 这些企业家告诉我说 他们很想在台湾 多找一些熟悉越南话 同时也了解台湾的一些法规的朋友 到越南去担任他们在越南 设立公司和工厂的中间干部 桃园启动阅读计划 持续与越南办事处合作 定期举办新二代越语比赛 和越语人才赔力班 希望进一步丰富桃园市的多元文化 记者王书铭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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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